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介绍一下这一款月季 它就是很有名的红双喜 Double Delight 在视频开始之前 想跟第一次观看我视频的朋友 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园艺爱好者 户外的院子里种了很多月季和绣球 户内呢也种了很多兰花 我的坐标是加拿大多伦多 如果你和我一样 也生活在寒冷地区 冬天有比较长的双冻期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把我户内户外养殖植物的经验心得 以及一些方法技巧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回到我们的主题 今天的这个主角呢实在是非常的美 很多人应该对它都不陌生了吧 真的是太美了 红霜喜的花巨大一朵 15公分是绝对不夸张 我感觉它都快顶上勺药的一个花形的大小了 而且现在呢 这个温度呢还不低 所以它在这样一个高温的情况下 能开出这么漂亮的花 实在是太美太美太了不起了 红霜喜是1977年在美国推出的一个品种 那么经过了这么多年 也快50年了吧 它在月季界当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高的 那可见它有多优秀了 它得过很多的大奖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除了它有这样的一个顺世美颜啊 它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好闻 那它的香味呢 可以称得上是月季界中的前三名了 它是那种柠檬 蜂蜜 柚子 荔枝 混合的这种果香 很香 很好闻 就闻起来让人心情愉悦 就是没有人闻过不喜欢它的味道的 再来看它这个花朵 它的花朵的最外层是这种霉红色 它不是正红 是带一点桃红的这种霉红 很艳 然后呢 再往花瓣的中心一点点呢 又是偏粉 最往内呢 是鹅黄色 很漂亮的颜色 再给大家打一张它初开始的照片吧 哇 那简直是先到家了 很特别的配色 这种渐变的 多色的这种月季呢 是我的最爱 还有另外一款呢 就是遥远的古生 那以后呢 我会跟大家再介绍的 哇 简直是太美了吧 就是在院子里 你隔很远 你都可以一眼能够看到它 非常的抢眼 这一棵是我今年刚种的 春天的时候也是遭受了毛毛虫的这个啃食 就是非常的惨 你看它以前的叶子 几乎都没有一片完整的 后来我全部把它的芒枝 全部修剪了以后呢 每天时刻关注 就是及时的给它清理这个毛毛虫 然后给它施肥 那么它现在终于给我开出了两朵花 现在还有新的笋枝在生长 它的高度呢 据说是可以长到挺高的 如果养护得当的话 会有一大层的这种群开的效果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 它在那一天的表现 据说抗病程度的话呢 像这款月季 差不多50年了 还能够坚挺到现在啊 那绝对是一个方方面面 都非常优秀的品种 那么它应该也是比较抗病的 那这个我需要再多养护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给大家一个更准确的反馈 今天呢 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盛世美颜的 实在是太漂亮了 好了 我们本节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赞 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 以后会有更多月季品种 以及月季养护方面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那么希望大家也能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许多你感兴趣的视频了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